再來我們還是要解說一下這個三趣法 可是在講三趣法之前 我們先講一些 課本裡面 常教這個三式圖轉等角圖的方法 最常用的就是方向法 什麼叫方向法 老師 打一下字 這個不能打字 這邊我打字 讓你們知道一下什麼叫方向法 不是方向了法 等一下 方 怎麼打不出來 變得很慢 不是這個方 是這個方向法 老師一直覺得這個方向法是全世界最爛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它還是要有一定的空間概念你才能湊得出來 比如方向法就是 把 畫一個 那個 那個 立體盒子 把這三個 試圖把它畫在這上面 如果你有空間感 說實在 你就湊得出來 你沒有 空間感 說實在 你這個東西看了 看了三年 你可能還是看不出來 好 所以一樣 記住 老師講的 老師教了十幾年 圖學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 基本上就是讓你很快速的 可以先 去掉某一些不必要的線 或是 或是一些 塊面 讓你比較容易的湊出這個 等角圖 好 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步驟 一樣 老師的講義 基本上是先刪這個大的 我們一樣先示範先從這個大的開始刪 我在畫的時候先因為我這個是用電腦畫所以沒有辦法 直接徒手畫 所以我先 糟糕 我畫錯了 沒關係 好 好了 記住 刪去法都只管外觀 不管內部 所以這裡都不見了 打通 是不見了 好了之後 再來換上市圖 上市圖這裡有三個等份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 是等於兩等份 三等份裡面的兩等份 所以這裡刪掉 對不對 好不必要的線記住要把它擦掉 先把它擦掉 你不要說 老師這有一條線啊 先不管它 好再來換這裡 把它擦掉 好這裡 一樣刪掉一塊 為什麼你在做這個 爸爸在上課啦 噓不要出聲 好這裡是刪掉了 有沒有 好整個刪掉了之後 來 我們再把某一些 線 把它畫上去 好所以你看這一塊喔 好 這裡上市圖這裡是應該有一條線 有沒有 這裡沒有這條線喔 好等一下我們再來解決 這裡也有一條線 我只要轉一下 這裡也有一條線 對不對沒有這條線喔 這條線等一下要擦掉喔 等一下我們再來慢慢觀察 好這裡也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好這邊 也有一條線 對不對 好再來換 右側視圖 這一塊三角線在這裡 這裡有一塊 對不對 好 好 再來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OK 所以你來看喔 現在有這一些線喔 好 可是沒有這一條線喔 沒有這一條線喔 現在是沒有這一條線 所以你可以看 有斜線 就表示有斜面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我們把這裡 刪過去 這是一個斜面嘛 所以你可以看 這一條線是就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喔 如果我們像剛才那樣子 整個把它刪完了之後 你看 整個刪完了之後 我們基本的 只有這一些 再把 其他的線把它湊上去 我們就只要 判斷那一些線而已 不用全部都要判斷 知道嗎 所以這樣子才會快 所以這裡 也有一條線 這裡也有一條線 所以根據另外一個方法 老師說的連接法 如果 這裡連起來 或是這裡連起來 三條線連起來就表示 它在空間上一定是相連的 有沒有 這裡連起來啊 所以你可以看 我就知道這裡是一個面 所以這裡就不會有另外一個面 所以它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 等角圖就是長成這樣子